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潜谈怨的几个层面及表现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3日 在日常的修炼中 我是一个很能怨的人 在这方面修得也很苦 说到怨 我的怨主要表现在修机器上 由于我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接触的同修就多 尤其大部分是老年同修 开始我还能很耐心对待他们 一点一点的交 有点不厌其烦的样子 并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 写下机器的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还得一笔一画地写 不能写连笔 然后再让他们自己操作几遍 觉得差不多了才放心 可是架不住他们老这样啊 尤其是一看到对方又忘记了 就一边嘟囔着 一边指责着去处理 有时因操作失误 烧了主板或打印头 我这个心疼啊 那个院有时就表现得很强烈 而他们就像犯错的小孩一样 弱弱地看着我 我也觉得这个状态 老是这样持续下去也不行 可是一看到 规劝了多次的机器墨水 又被打光 打印时 那个塞子塞得很紧 那个气啊 压不住就上来了 排飞墨起码要开两个口吧 你家里拾得挺干净 自己也挺利索的 怎么一到了机器就脏成这样呢 你就不会擦一擦吗 干净干净 我看你是假干净 这样的话有时也是随口而出 我通常把它叫做积院 就是积攒下来的院 慢慢地就发展到 由院机器到院人 上升到对同修的院上来 我发现这个院就像一个幽灵一样 它也有大有小 有深有浅 有层次 随着自己的执着心和魔性而变化 执着心强的时候 它就显得很高大 很强烈 很魔性 也很自我 冷静下来一想 那个院构成的我 还真不是真的我 是那个院的物质 院的思想业力 和院的假我构成的生命 在执着心指示下的魔性表现 具体来说 我个人所悟到的院 有四个层面 遇到事后 首先是在心理埋怨 心理光想 但没说 看到不如自己的意了 看到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了 看到机器墨水又打光了 看到打印的时候 连共塞子塞住了 看到机器灰尘很多了 反正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 就在心里默默的埋怨 心里就想 这人怎么这么不小心 怎么记性这么差 怎么这么点事 还不往心里放呢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等等 总之是怨从心生 开始还能压制住 随后呢 守不住心性的时候 就会由心底的怨 上升到嘴上的怨 开始指责起对方来 把心里想到的表现出来 说话的语气 有时就把握不住 就很重 哪怕是对老年同修 也不讲方式和语气 等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抱怨了 由于走的地方多 就走到哪儿 都和别的同修提起这事 心生不平 直指点点起来 次数要是多了 就会由怨生恨 心里烦那个人 甚至不想往来 见面又躲 不冷不热的 甚或血往上涌 咬牙切齿的 这是我自己想的 发展到恨的阶段的表现 好在自己还没发展到那一步 只停留在抱怨阶段 再怎么的也是同修啊 同修怎么还能恨呢 有时我就在想 这个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后来通过学法 发现觉得是对方的行为 好像触碰到了自己的什么东西 如习惯 观念 或执着等 而不想放弃 起码是没站在对方的角度上 考虑问题 他们真的很难啊 有的年龄都接近八十了 还得学电脑 学打印 学这学那的 很是不易 周围的也就我还年轻点 结果还不愿意多付出 包裹着安逸心 不愿去包容别人 不会默默的圆容 由情生怨 为私而怨 都是自己境界低的结果 胸怀又不够宽广 不够耐心 缺乏善心 怪不得有的同修说我自以为是 不是个好老师呢 教人没有耐心 因为自己会就觉得容易 可是自己眼中的容易 恰恰是对方的不容易啊 老师用自己的标准去考量别人 实际是把那个门槛射高了 让同修够不着 还自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一旦别人没按照自己说的做 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和意愿 就生气 就埋怨 其实说白了 就是想让别人听自己的心在作怪 自我最能生怨了 那种缘分带来的怨 业力转化的怨 相互间配合 产生的怨交织着 令人很是烦心 仿佛挡在自己修炼路上的一座高山 而对方触碰你的那个阴 恰恰就是自己应该放下执着心的那个果 为什么一个人这样都不行 而是很多人都这样的表现呢 实际上是我这颗心太重了 一个人都帮不了你 而让师父操心 叫大家都来帮你 而自己还不自知 还不悟 还在向外找 看别人的不适 其实都是自己的事 师尊在《津津要旨》 静解中说 饿者妒忌心所致 畏思 畏气 自畏不公 善者慈悲心常在 无怨 无怨 无恨 以苦为乐 决者执着心无存 静观世人 为患所谜 愿我们都能修去愿 修出善 修出高境界 因为善者无怨 慈悲无恨 意点浅显认识 不当之处 进行慈悲执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闯过病业观的一点经历》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9日 我今年56岁了 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 当时我高兴地去告诉大姑姐 大姑姐说 我早学了 因为学法轮功要吃苦 我觉得你吃不了苦就没告诉你 我曾跟别人说 我有生以来干什么事都是虎头蛇尾 没个长性 还不能吃苦 就修炼法轮功这一件事坚持下来了 冥冥之中 好像我这一生就为这个事来的 以前我身体不好 浑身难受 胃难受 心脏也难受 经常头痛 身体乏力 跑遍了市里的医院 也查不出啥病 也练过很多气功 可是越练越难受 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 我好高兴 每天学法练功 不知不觉身体好了 全家人都惊叹大法的神起 很多家人都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 近来我过了几次病业关 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一 两个半小时闯过病业关 在201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我丈夫在单位职业班 我反锁好了门 开始打印明慧周刊 九点多 我忽然感觉 嘴唇右半边发凉 接着右边的脸也感觉凉 同时感觉屋子在转 我怕是地震 可是看看屋内的东西只是转不晃动 接着感觉右半边脸开始发麻 心想 怎么两边的脸感觉不一样呢 我拿起镜子照了照 发现两边的脸一样 只是感觉整个屋子越转越快 腿没有力气 就感觉自己是站在旋转的陀螺上 摇晃得我站不住 我立刻明白了 是自己有漏 让救世里钻空子了 我脱口小声喊出 师父 弟子知道错了 我一定改 我的肉身只能为正法所用 绝不允许黑手烂鬼利用我的肉身破坏大法 我意识到 是自己这段时间经常看电视剧 是自己混同于常人了 让邪恶钻了空子 我迅速给丈夫同修打了个电话 让他回来 我在天旋地转中扶着墙走出卧室 在客厅借助餐桌和椅子 一点一点挪到门口 把繁琐的门拧开 我自己就像站在旋转的陀螺上 晃晃悠悠的 都不知怎么回到了卧室 我很想躺下 但脑子非常清醒 不能躺 不承认它 我必须立刻发正念 清楚对我肉身的迫害 我坐在了床上 头开始痛 屋子转得我坐不住 我抓了个枕头顶住后面 盘腿打坐 右手力掌 左手扶着床 使自己不至于倒下 心里想 清除迫害我肉身的一切黑手烂鬼 我是大法弟子 谁的安排都不要 我的肉身只能为正法所用 任何东西都不能利用我的肉身破坏大法 我就听大法师父的 发了一会儿正念 我又开始被论语 一会儿 丈夫回来了 她坐在我后面 我背靠着她 她开始和我一起发正念 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煎熬中度过 我头痛得越来越厉害 过了一会儿 我的承受已到了极点 头像要炸开 我告诉丈夫去给师父上香 我自己无力地喊着 师父帮帮我吧 我实在受不了了 以后我再也不看电视剧了 弟子知道错了 也就是过了不到十分钟 头不那么痛了 我开始恶心呕吐 吐完了 屋子不转了 脸也不麻了 头也不痛了 出了满身的汗 抬头看了看表 十二点多一点 赶紧和全球大法弟子 一起发正念 也就是两个半小时 慈悲伟大的师父 帮我过了这一大关 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说是病业观 其实就是心性观 我又好好挖了挖自己的心 现在的古装电视剧 也都是情爱 为什么喜欢看呢 对剧中人物的欣赏 是自己的色欲心 还有安逸心 后来脑子中一闪 看过的电视剧中的镜头 我就想灭掉它 出来我就灭掉你 经过一段时间的克制 这个心逐渐就去掉了很多 以后再翻出来 也能控制住了 现在同事们再说 这个电视剧好看 那个好看 我也不动心了 2.再闯冰业观 2019年4月份的一天下午 正在上班 同事回身跟我说话 他忽然惊讶地说 你的右眼咋了 疼吗 我拿镜子看了看 右眼冲血了 一半是红的 当时没有什么感觉 就跟他说 不疼 好几个同事都围过来说 赶紧看看去吧 我说没事 明天再说吧 等下班回到家 眼睛冲血面积已经扩大 眼睛也开始轻微地胀痛 右眼怕光 只能眯着 晚上听了一讲师傅的讲法录音 我开始发正念 我想 单位谁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 我可不能给大法抹黑 我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想到最近同事们老是嚷嚷着去这儿去那儿玩 我也很动心 也老想着爬爬山玩玩水的 追求起常人的东西来了 甚至上班时经常在电脑上搜索景点 看看开车咋走呀 门票多少钱呀等等 把救度众生注释正法的使命给忘了 其实 就是那颗贪图享受 追求常人美好生活的心 一直没趣 那么多同修在邪党的黑窝 遭受磨难 师傅用巨大的承受 延长来的时间 是为了救度众生的 我却把心思用在玩乐上 觉得特别对不起师傅 第二天早晨起来右眼肿得很厉害 比左眼高了很多 眼睛血红血红的 眼里不断地往外流水 根本无法睁眼 闭着眼也怕光 白天必须拉上窗帘 为了减轻痛苦 我把纱布弄湿后放到冰箱里 冷冻一下 然后拿出来捂在眼睛上 右眼剧烈的疼痛 影响的左眼和头都很难受 我就盘腿打坐 不间断地听师傅的讲法录音 听完一讲就发正念 丈夫也帮我发正念 我每天练两遍进宫 一遍动宫 晚上眼睛疼得无法睡觉 为了不影响丈夫休息 我就到另一个卧室 继续听师傅讲法 然后发正念 因为眼睛疼得不能躺 我就一直坐着 或双盘或单盘 偶尔打个瞌睡 这样两天两夜没有躺下睡觉 到了第四天早晨 右眼疼痛开始减轻 眼睛往外流的水也少了 右眼开始逐渐消肿 恢复得很快 半天一个样 到了晚上 虽然眼睛还有点痛 但已经不怎么肿了 也不影响我睡觉了 这段时间只要我醒着 就是听法 发正念 练功 练进宫时 能感觉到法轮的旋转 能感觉到 我被巨大的能量场包围着 非常舒服 第五天 眼睛由血红色 变成了浅红色 我已经感觉不出难受来了 是师傅帮着我过了这一大关 感谢伟大的恩师 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 突然我的一个小腿 剧烈的疼痛 像是被刀削 被火烧一样 我一看小腿肚子上 鼓起了个拳头大的包 像是在肉里长了个 大哥的鼓出来了 不碰都痛 脚不敢着地 去洗手间 几乎是丈夫抱着我 丈夫说 你这样明天咋上班呀 我说 我眼睛刚好 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 我不能再请假了 明天就让它好 我们学完法 又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 早晨起来一看 小腿的包小了很多 不那么痛了 但是一走路 还是疼 更不能蹲 我去上班 为了不让同事们 看出我腿有问题 我尽量少喝水 少去洗手间 慢慢地走路 等下午下班到了家 腿又开始痛 脚又不敢着地 又走不了路了 等早晨再起来时 腿又不那么痛了 真是神奇 这样三四天后 就彻底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看护 这个过程中 我也找自己 又是哪里出了问题 意识到我练功放松了 五套功法 不能保证每天都练 经常是练了进功 练不了动功 总是以自己上班忙为借口 没有重视练功 弟子让师父操心了 2019年4月30日 腿还没好几天 我的左眼又冲血了 和右眼当时冲血的症状一样 并伴随着腿上长包 身上出紫电 在我左眼冲血的第二天 也就是最严重的时候 婆婆又住医院了 大姑姐小姑子 轮流晚上在医院陪床 丈夫白天去医院陪床 公公八十多岁了 不会做饭 晚上公公一人在家 丈夫不放心 晚上就去陪公公 我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丈夫不在身边 儿子和儿媳 又出国玩去了 我眼睛痛得不敢睁眼 腿痛得走不了路 上洗手间都是扶着凳子 生活自理都很困难 当时我感觉特别无助 特别委屈 特别心里不平衡 我就想呀 我这是做了多少坏事呀 遭这么大的罪 我儿子要像他爸一样孝顺 我也就有福了 他爸要像我儿子一样 对媳妇那么好 我也不至于这样 还有儿子都结婚五年了 也不要孩子 找这么个媳妇 一肚子怨气 身体难受 心里更难受 想着想着 忽然意识到 这不对呀 我可不能再这么想下去了 我这不是妒忌公公婆婆 妒忌儿媳吗 这么强的妒忌心 这还了得 还嫌儿媳不要孩子 这是自己追求人的天伦之乐的心呀 每当有人问 当奶奶了吗 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愤愤不平 这是自己爱面子心呀 这个妒忌心不去可修不成 哪个心不去都不行 怪不得身体这么多问题呢 我赶紧改变观念 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来想这些事 自己这个肉身是干什么用的 不是修炼来了吗 吃苦不是好事吗 再说 我修炼谁都支持 儿媳虽然不太相信大法 但也不反对 儿子结婚后 他们单独过 什么事也不用我操心 也不打扰我们 丈夫也修炼 平时对我也挺好的 这是赶上婆婆住院了 这不是给自己提高的机会吗 我应该把这些都看成好事才对呀 这样一想 虽然身体还很难受 但心里舒坦多了 执着心发现了 但完全去掉它 还有一个过程 这些心反上来 我就说 你又来了 我灭了你 逐渐逐渐 那个心就弱了 过了一天 公公就不让丈夫晚上陪她了 再后来 大姑姐和小姑子 听说我身体不舒服 就让丈夫照顾我 也不让她去陪床了 我每天听三讲师父讲法 练一遍动功 两遍进功 也是两天两夜 没能躺下睡觉 和当时右眼冲血是一样 到第四天 左眼睛开始好转 也是第五天 眼睛就不感觉难受了 从左眼冲血开始 小腿上 胳膊上 手背上 就经常鼓大包 表皮不红 光光的 就像肉里长得大疙瘩 鼓到外面来了 鼓包处又胀又疼 疼得不敢碰 三几天 包下去后 掌包处就出现一大片子垫 腿上胳膊上一块一块的子垫 有点痒 一挠还很疼 有时甩着胳膊走路 就发现 手背上鼓起包来了 走路时间略长点 腿上也会鼓包 特别是练完第二套功法 我两个小腿上经常都会鼓起 比鸭蛋还大的两三个大包来 后来 只有练一个小时的包轮时 小腿才鼓包 不过包越鼓越小 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的身体彻底好了 不齐包了 子垫也没有了 我体重降了十来斤 但身体非常轻松 我深深体会到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修在自己 公在师父 面对这一切 我没想到过病这个字 也没有动过不好的念头 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聆听师父的讲法 一遍又一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过年过关 修去愿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9日 我出生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家庭 我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吵架 所以我长大工作 就选择了离家远的地方 不想在他们眼前 因为我心里不喜欢他们 我修炼了大法后 对他们的愿也没有完全化解 最近这一两年 我感到修炼遇到了瓶颈 我父亲今年84岁 母亲79岁 母亲常年不能自理 都是靠父亲照顾 这几年母亲身体不好 父亲岁数也大了 我们姊妹就轮流回家照顾 今年过年 父亲腿疼 走路用上了拐杖 母亲背上长了褥疮 喂饭也很慢 吃饭也少了很多 人也瘦得皮包骨头 母亲以前一直身体都是胖乎乎的 我们住在家里照顾老人 期间矛盾冲突不断 父亲脾气倔强固执 很难与我们交流沟通 在怎样照顾母亲的问题上 也产生很多分歧 他吵我们 我们也很生气 他一辈子节俭 舍不得顾保姆 这下想顾保姆 又赶上武汉肺炎 找不着保姆 我们孩子回来住 在家里服侍他们两位老人 可父亲尽是指责埋怨 我丈夫是同修 他知道了 在家里给我讲乳疮的严重性 要重视起来 要请给母亲翻身 照顾好老人 我女儿薇薇是一个 很懂事的孩子 他知道了外婆的事 就从网上查 买了最好的治乳疮的药 他教会我怎么用 然后又要我重复一遍 还写了下来 我把他拿回家 去给两个姐姐讲了用法 过了一天 女儿不放心 要去外婆家看看 顺便再和外公交流交流 这一趟女儿去看外公外婆 也让我看到了天壤之别 父亲对外孙女儿的态度 是又温顺又和善 又会好好地说话 从父母家回来 我和女儿交流 我说 薇薇 外公对你的态度 和对我们的态度 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态度 我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你对外公没有怨 嫌弃 你心里装的是 我外公这么大岁数 也不容易 你心里替他人着想 我没有 女儿说 您回家照顾老人 是用心了还是应付了事 我爸对您是怎么做的 这么多年 我爸就是做到了隐忍 女儿长到26岁 这么多年 丈夫一直都是默默地付出 很少言语 我还嫌弃他不说话 和他没有共同语言 这一切女儿都看在眼里了 再说说我婆婆这一家 婆婆公共早已过世 他们兄弟姐妹每年过年 都叫我们过去吃饭 今年过年 小叔子提早告诉我们 今年过年到他家过年三十 小叔子和弟媳妇 也是早早准备好了年夜饭 等着我们一家过去 在一块高高兴兴的过年 还叫上了大姑姐两口子 期间我给大姑姐讲了真相 大姑姐说 等他外孙子三月上托儿所了 他来我家找我学大法 我心里也很为他高兴 嘱咐他一定去 婆婆这一家人心地都很善良 说话做事都特别会为他人着想 就是大哥没有三退 他是党员 其他都退了 我有时在心里也在比 我父母和丈夫的父母教育出的孩子差别也是很大 可比的是人的理 过年的时候 我背法正好背到杜绩心 越背越觉得自己离大法的标准差支千里 背到转法轮中的这句法 因为杜绩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 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 我为之一震 我找到了自己身上很多不好的心 对家人的愿 看不上他们 挑别人毛病 丈夫经常说我的一句话 乌鸦落在猪背上 光看见别人黑 看不见自己黑 我还嘲笑他初中生的水平 也还能知道的比我多 心里也是不屑一顾 没有仔细想想这句话的分量 我曾经给他带来了无数的伤害 我今天才体会到他的不容易 我跟女儿说 都是妈妈的错 我找出埋怨生气指责 自以为是 自我不为他人着想 不知道感恩 不会发自内心的为别人高兴 说话语气生硬 强势 肆欲心等 这些不好的人心我都不要 我多次发正念解体他们 第二天我回家 这一整天家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亲变得和善 家里也充满了祥和 我的心里对父母的愿没有了 找不着了 根没了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弟子叩拜恩师 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伟大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 修在自己 功在师父 弟子一定好好修好自己 去掉人心多救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 题目是 亲身经历了大法的神奇 作者辽宁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6日 我今年78岁 1995年得法 亲身经历了大法的神奇 当时我一身病 心脏病累风湿 高血压 胸膜炎 肾炎 一年四季不能洗澡 脚上的硬盖很厚 用手往下接 一年四季穿棉衣或毛衣 吃多少药 练多少种气功 上面要拜佛 跳各种舞 练体操 没一点效果 有一次给儿子收拾房间 那时他还上初中 收拾出来几种气功书 把它打理好 然后把气功书收拾一起 唯有一本法轮功 他抱着说 妈 这本书不能扔 这书是为你买的 对你身体有好处 我打开一看 真挺好 一天早上走在马路上 就听有人喊 迷勒伸腰 我随着声音开始找 回头一看 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心想 可能是法轮功师傅 度我呢 回家时路过一所学校 进去散步 看见十几人刚好练第一套功法 是法轮功 当时我的小腹开始转 还能听到嗡嗡的声音 把我吓坏了 使劲往家跑 一进屋问我儿子 说某某在学校练法轮功呢 我小肚子冻得很厉害 儿子说 是法轮转呢 你真是和师父有缘 你福多大呀 我练好几年都没这感觉 快练法轮功吧 我真动心了 一天早上 儿子拉我去练法轮功 我就去了 一进练功场 哎呀 这个练功场不是一般的场 我很惊讶 练功场五颜六色 还看到天女散花等 练功开始身体就要起空 练第二套功法时 父前抱一个大红球 练着练着 腿也没有了 手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身体特别舒服 童修说今晚 他家放师父讲法录像让我去 当天晚上一进门 看到师父的法像 是那样的慈悲祥和 感到特别轻 说不出的那种轻的滋味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我过去看过一些人 两个手也不坏 任何一种检查 身体没有病 两只手没病 可是就是手抬不起来 就这么搭拉着 这个病人我都碰到过 我一听 我的胳膊就是这样 应过去学别的功给人治病 每天都疼痛抬不起来 正好师父讲到了 我有救了 试一下左胳膊 真抬起来了 还能摸到后脑勺了 高兴地让儿子看 再有一个就是我的猴头疼痛 不能发音和大声说话 看完录像回家 我跟师父说 我学了很多别的功法 师父 您还要我吗 一个声音说 法度有缘人 我咳嗽不停 一会儿从嘴吐出一个像火柴棍一样的东西 很硬 这是什么呢 啊 我知道了 这是师父管我了 猴头疼痛就是这东西 我衷心地谢谢师父 就地磕了三个头 从此会大声说话唱歌 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 夏季也不穿棉衣了 穿上漂亮的裙装了 也能洗澡了 那时候干扰也很多 我就定住一念 这功我是学定了 1999年7月 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后 大法弟子开始讲真相 一次要过年了 同修问我 有一袋真相横幅一百个 你敢接吗 敢 告诉我 三十晚上必须挂出去 我找了几个同修商量 看东西都不自身 最后 有拿一个 两个 三个的 一共也没拿十个 三十晚上 我自己挂到十二点 才回家 家里还剩四十多 就找女儿两口子商量 他俩拿走三十多 剩下我和老伴 初一早上都挂出去了 条幅是横的两米多长 一人做是有难度 我求师父加持我 个子长到一米六 真的让我挂得很高 我家有一闲房子 外地同修努力失所就住这儿 我每天给他们送饭菜 有一次有两个和我联系的同修被跟踪 我站在楼窗前 一看这同修要来我家 后边有人跟着他 我马上下楼把他迎到另一个楼 从另一条路走脱 我把资料带回家 过年他们不少人给师父拜年 被邪恶发现 要把他们找出来 俩人害怕和我商量怎么办 谁能接呢 我说 交给我吧 俩人很感动 我说 修炼路上不分年龄大小 有师在 有法在 社区就在我家楼下 社区的人有时坐在楼门口看着 撕掉法轮大法好的粘贴 我就给他们写真相信 他接到信后再看到我时说 姐 不是我做的 是某某 以后不会做这事了 他还退了团队 他回去还告诉了主任 有一天社区主任在门口站着 笑呵呵地跟我打招呼 大姐 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也给我把党团退了吧 还告诉我注意安全 我说谢谢你 祝你平安 有一次我和同修去市场发真相 一位老者一直跟在后边 我看他跟得紧 我回头 他说 你是大法弟子吗 我看你像 我想要本转法轮看 前几天有一个大法弟子说给我 等了好几天也没来 今天早上 我决定到大市场 一定会遇上 都说大法好 能趋病健身 我说没有新书都是旧书 他说要一本能看就行 我不是坏人 不做对不起人的事 我告诉他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地点等我 回家后 我用黄布缝了一个装保书的袋子 给他写上对书的要求 第二天 他早在那等我呢 他双手借过书 谢个不停 我说 你谢大法师父吧 作为弟子 都想给师父送去修炼中的好消息 让师父欣慰 用我的行动来报答师父吧 认认真真的做好自己应做的三件事 珍惜师父的慈悲 珍惜自己的修炼机缘吧 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 请同修慈悲执政 本次节目的最后 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用神笔证实大法 修在其中一文中写道 老同修曾经是师父的同事 接触师父更早 说师父在单位里平平常常 不显山不漏水 和大家一样 工作上也不显得太突出 也不落后 老同修平淡的回忆 却对我的内心出动很大 本来2005年初 师父在《精进药址3.向世间转伦》中说 其实那时全单位 最后只剩下两个人 不是党团员了 我是其中之一 我就不太理解 在我的观念中 我所敬仰的人 应该是高大权的 凡是某一领域中领军的人 应该是最怎样 最怎样 最怎样的 我所追求的是实权实美的 虽然我听了好多遍解体党文化 打印了好多本 却好像没触及到这个观念似的 师父的行为一下打开了我的思维 好多深层内涵的法理 一个个的展现 在好多传统文化的例子里 我看到了实质 好多我原来认可的人的观念 被一个个击破 我的观念在变 我的行为在变 在不知不觉中 包括偏激的 极端的 绝对的认识及行为 都有了纠正 对师父讲的曲忠 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对古人中庸思想 有了新的认识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抓紧时机救人一文中写道 武汉肺炎的发生 甚至快速在全国乃至世界蔓延 不管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但是也给我们大法弟子 重重地敲了一下警钟 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同时 这也许是我们一次救人的好机会 这段时间 从海外大法弟子夜以继日 向武汉打真相电话 反馈来的信息可以看到 在生死攸关面前 不管是公检法人员 还是普通老百姓 都渴望一家能平安度过劫难 大法弟子的真相电话 透过电波 传递着慈悲和善的能量 使接听者真正地感受到 在危难面前 真正关心他们的是法轮功学员 在这紧急关头 多少世人 终于明白了真相 多少民众终于认清了 邪党的本质 发自内心地从邪党的魔窟中 退出来 作为大陆的大法弟子 我们更要抓紧有力的时机 讲真相救人 虽然现在面对面 讲真相比较艰难 但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 我们注释正法 救度众生的脚步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八旬大法弟子 自作真相资料 天天出去救人 一文中写道 想起师父在红银舞 法徒不愿把你丢中说 众生快醒 神已到 法徒不愿把你丢 我眼前一亮 心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马上打开电脑 看到明慧王一篇篇醒目的救人文章 护生福短语 眼泪不住地流 顿时感到师父太慈悲了 早已把救命的良药 妙招 捧给众生了 我赶紧下载一些 因承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康复病例的小故事 和护生福短语 打印了500份 准备就在本小区发放 让身边的人都能了解真相 得救度 我所居住的电梯公寓26层高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乘上电梯到顶楼 然后再往下走 一层一层的每家发放 虽然我已经80岁了 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 因为有师父在我身边 元宵节前两天 发了三个单元 在一次发到九层楼时 被小区一个保安 从楼上下来巡视时碰上 他手里拿着一张 我刚发的资料问道 这是你挂在门上的吗 我告诉他 你看一下 让你的家人都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是救命的 他转身走了 我又继续往下发完 没想到我被举报了 社区来了一男一女问我 是不是你发的 你知道是谁发的吗 这是共产党反对的 我告诉他们说 这是救命的 我那不修炼的儿子 理直气壮地说 难道救人还有错吗 他们不再说什么 丢下一句 以后不要再挂了 转身就走了 后来 我听小区的住户说 当他们被社区的人问道 门上是否被挂资料时 他们都不配合地说 没有 现在的世人 一旦明白了真相 谁不想得救啊 我一天也没歇着 继续做着救度众生的事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又打印了几百份真相资料 供给其他同修救度世人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坚持学法 几夜间 真相送到数百家 一文中写道 根据当前疫情 我在明慧网上下载了真相期刊 明白特刊 我看了里面的内容很广泛 太好了 如果再附上一份明慧周报 当前武汉肺炎 民众念真言保命等实力 更能唤醒民众的善念 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是送给世人的一份完美的救命的礼包 另外 我又从网上下载了真相 天地苍生 明慧周报 里面有民众醒悟自救等内容 我和同修配合 利用几天的时间 打印了几百份明慧期刊 一百来份明慧周报 又从明慧网上下载了 瘟疫中的救命良方粘贴 粘贴设计得很精美 共打印了50张 晚上 同修相聚 先学法 发完正念后 同修们带上救人的法宝 满怀希望地出发了 一连几个晚上 同修们把几百户的小镇 家家户户都发放了真相资料 50份粘贴 贴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大疫中正念救人 三退人数增加了 一文中写道 现在 我几乎每天走出家门讲真相 我这是农村 如果步行出门 因为村跟村之间的距离都不远 出村讲真相根本不成问题 障碍我们的是人心 安逸心 怕行等等 师父在精进药址 挖根中说 法讲明了 你们才动 没有讲明 你们就不动 或反向动 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 我觉得 众生在这么大的疫病威胁下 如果我们还不惊醒 还把自己混同常人 这是不是反向动 疫情发生后 我每天的三退人数 比以前反而增加了 体会是 一 现在自己有了紧迫感 知道抓紧了 二 现在村里很多常年不在老家的年轻人 因封村封城 不能返回原工作单位 这批人都是等着听真相的 我家门前是条街 有时我在大门口一站 散步的 去医院买药的 购物的 经过我家门口的还不少 不管认识不认识 我紧跟几步说 我打扰你几分钟好吗 然后直入主题 现在讲真相比以前容易得多 因为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们渴求的不就是平安吗 当然也有少数不听不信的 这很正常 救不了的也有 但我们不能被这样的人带动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破除传染的观念 正念否定封锁一文中写道 武汉肺炎出现后 为什么一些学员就被封锁住了 认为无法发挥救人作用了呢 我认为 那是我们自己的心促成的 那么 是什么心促成的这种封锁的呢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可是一直找不到根本原因 今天成练时 打入我大脑中两个字 传染 我立刻明白了 对 就是我的大脑中 这个传染的观念 被救世力钻了空子 封锁世人得救 世人为什么被封锁 就是因为怕被传染 我知道 我们每个人 在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以前 有病了都去常人的医院去看 再加上对疾病的一些 常人社会的所谓的常识 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 形成一种观念 传染病在人与人接触时 是会互相传染的 也就是说 形成了对那些所谓传染病的流行的一种方式的认可 传染 从法中 我们知道 人得病的根本原因 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 人类的所谓传染 是一种假象 根本就不存在的 根本就不存在的 更不是人得病的根本原因 事实也是如此 为什么在抢救武汉肺炎患者中的医生 有的被所谓传染 有的就没被传染呢 资料记载 在罗马大瘟疫中 有的人抱着死去的家人 也不传染 可有人不接触 照样传染 所以所谓的传染 是今天的世人 对疾病传播形式的一种错误的认识 这种认识来源于现代医学 是现代科学带来的变异思维 在传统文化中 也不是这样认识的 传统文化认为 人得病是因果报应 武汉肺炎的出现 就是针对中共邪党欺骗世人 对佛法犯下巨大的罪恶来的 我认为大法弟子没有修去的 这种传染的现代观念 被钻了空子 是被封锁住的一个主要原因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面对疫情,用心救人》 一文中写道 大法弟子是有智慧的 小区进不去 就采取别的办法救人 将小册子、周报、 不甘交标语等真相资料 挂在公园里的树上 贴在大街的电线杆 把真相信发放到 人们的自行车框里 和汽车的门坝上 外面没有多少人 不用担心被人盯上 晚上出去贴 越贴越想贴 没有了怕心 感觉自己特别高大 身体轻飘飘的 就像走在神路上一样 师父在关于复原神一文 引起的波动这篇经文中说 有师在 有法在 乱不了 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为了众生的安危 我每次出门救人之前 首先发出强大的疑念 彻底清除疫情中阻碍众生得救的 邪恶生命和因素 解体共产邪灵对众生的迫害 否定救世力的一切安排 因特殊时期救人心切 在大街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 卖菜的 打扫卫生的 小区开门的等 我都告诉他们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告诉他们 只有相信大法 才能获救的道理 当我慈悲心出来的时候 众生很快就退出了 中共邪党组织 尤其晚上出门 带很多真相资料 都能很轻松地 进到小区单元楼上发放 单元楼的防盗门 至少有一两个是开着的 有时候我就觉得奇怪 好像人们知道我要来救他们 故意把门敞开的 太神奇了 外人都进不来大门 我却能轻松地来到住户的单元里 给每家每户发放真相资料 弟子心里明白 这一切都是慈悲的师尊 为了使众生得救 也为鼓励弟子多救人 给弟子开创了救人的环境与机会 这就是大法的操场 大法弟子常说 师父就在身边 这是千真万确的 没有师父 我一步也走不动 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一切都归功于师父 武汉肺炎疫情还在蔓延 作为大法弟子 在此时期 更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 做好三件事 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 修好自己 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 救度更多的众生 为大法负责 为众生负责 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 就播送到这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